好來看熱鬧場景 這是帽子歌後鳳飛飛第一場演唱會 昨天晚上台北開唱 不僅帶來一連串的舞曲 也演唱了不少經典歌曲 來 接下來帶你一起來欣賞 一身全白西裝燕尾服服裝 帽子歌後鳳飛飛一連三天在台北開唱 一開唱一首流水年華 讓歌迷聽得如癡如醉 讓我一個單純 就是愛唱歌的女孩 退變成一個唱了幾十年 還不願意退休的歌手 鳳飛飛感性的對話 感謝所有歌迷陪伴她走過四十多年 現在獨自一個人站在台上演唱 不管是舞曲還是慢歌 都能帶動現場氣氛 那一首歌迷響 她彩虹 真像了天空 想做到壞的歌手 流天到天涯 等著她到一旁 尋常回家 鳳飛飛毅屹立樂壇四十一年 儘管外頭天氣冷嗖嗖 台下三千張票依然賣光光 週末前夕有歌迷的陪伴 也讓鳳飛飛感受到滿滿的溫暖與熱情 重新新聞吳伯玉宏 台北採訪報導